我想去布一个系统的话 是很花钱的 对吧 我不仅要系统布下去 然后我还要去 相应的还要去布人 布人力 那这个东西 我如果想转移的话 是很难的 但是呢 目前的话呢 这种数据流动的一些 法律要求又会有变化 非常非常非常典型的 就刚才说的这个 SRAM2的这个案子 大家知道SRAM2 其实它变更了什么呢 它变更了整个SCC的一个生态 就说以前的话呢 我们从欧盟把数据出来 那我其实就签一个合同就行了 对吧 相对来讲是很简 比较简单 所以大家可以选择 但是SRAM2之案之后呢 咱们SCC的效力 还是被认可的 但是什么呢 它增加了 它增加了两条 一个就是说 如果是接收国的 它的这个接收方 所在国的数据保护水平不够 那么呢 它就需要去 采取一些补充的措施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要去做一个TIA 其实就叫做传输影响评估 那简单来说的话 其实就是要评估说 我接收方所在的 国家的数据保护水平 有没有可能 一个是数据保护水平 一个是这个就是执法案 有没有可能使得 我的这个接收方吗 没有办法去履行 SCC下面的义务 那这个问题说明什么 我给大家讲一讲 就是说 那你比方说 那他就认为 目前中国的数据保护水平 或者说中国的政府 因为欧盟非常看重的是说 有没有可能就是 政府去不断地去调取 这个个人信息 对吧 调取欧盟的个人信息 那他如果说认为 中国的一些法律 那就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比如说我们的情报法说 中国的公民和组织 对吧 都有义务去配合 情报机关的要求 包括就是说提供数据 那他如果认为是说 中国就是这样一个 他们的这个国家的这个 就像美国一样 他收取数据 他没有一个很好的 Due Process 没有一个控制的 一个监控的机制的话 那有可能就会直接 就是会导致我们很多的 这个比如说我的数据中心 不在中国 全球化统一的部署 有可能就会导致 这种模式就没有办法 继续下去 所以说这个是目前呢 我理解是 全球部署的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 可能的一个劣势 就是你不知道 未来的法律 会有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变化 对 然后呢 相对来说 当然全球还有一个 部署的劣势呢 也不叫劣势吧 我觉得是跟这个 区域资质是不同的 就是说全球统一部署的话呢 它的成本 是这个一次性成本 会比较高 比如说我要在 某一个地方 去布一个 私有化的数据中心 确实要花很大一笔钱 然后呢 做很多的这个 就是实施的工作 然后呢 区域资质的话呢 相对来讲的话 就是比较灵活 然后周期短 然后成本也比较低 但是呢 你从长期来看 对吧 我全球统一部署了之后的话 其实我的 整个的数据流啊 然后我的运营 都可以更加的自动化 然后管理 可以更加的成体系 那这个时候的话 其实 这个 对公司来说的 它的一个长期的成本 它可以省很多的人力 这个摊薄下来之后的 就会比较好一些 但是它的一次性投入 就会比较大 对 区域资质就是相反的 所以这两者的话 我觉得其实是一个 反向的一个关系 明白 对 然后呢 大家这个 因为如果是后来进来 直播间的这个朋友 大家没有听权的话呢 一定要先提前 找到小助理 先领到我们 我们把这几张 这个换灯片 做成了一个PPT 然后呢 有一些比较核心的重点 大家可以提前领取 这样的话呢 能够比较好的 跟着杨律师来去 听我们今天晚上的 一个整体的一个分享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的话呢 就是说 这个因为全球布局 它可能就是你 前期一次性的 这个成本很高 但是你后期 可能你在运作的过程当中 运营的过程当中 你的这个成本是慢慢是 应该说是 它边际成本会越来越低 可以这么理解 对 然后呢 那个区域自治的话呢 可能就是说 你更好的去应对一些监管 因为你每一个地方的话 你可以有自己相应的一些 这个特点 或者说一些管理的一些手段 和这个应对监管的一些 这个做法 那么对于企业来讲 然后越来越多的一些企业 它会看着这个 因为尤其是现在 大家也会发现说 不管是哪一个国家 它都会出现一个 这样的情况 就是当地可能经济 有一些出现疲乱 那都会看上海外的市场 然后呢 那有这样的一些 这个考虑的商业的布局的话 那它就会想 那我的数据方面上怎么办 因为有很多业务数据 研发数据 这个可能一些员工的数据 销售的数据等等 那它怎么来去选择 这种数据中心的 一个布局的模式呢 有哪一些需要考虑的点 对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就是说 其实我的观点 就是可以表达的 非常的清晰 就是我认为 如果是跨国公司 那咱们的话呢 我们去做一个 这个全球的统一布局 当然我指的是 比较成熟的 就是这个 这类的一个跨国的 就是境外的业务 那我觉得呢 咱们去做一个 全球的布局的话呢 其实确实就是一个 这个应有之意 那其实大家看到 那为什么现在 我们中国这边 出了这个数据 出境的规则之后 那么多的外企 所有的外企 全都这么关心 原因就在于 其实这么多年一来 其实西方国家的 这些跨国公司 他们都是采取 这样的布局方式的 对吧 然后要么就是说 放在这个总部 甚至有一些 其实很多时候 这个包括一些第三方 比如说数据的 这个存储服务啊 然后还有像 比如说HR的 一些管理服务啊 在这个vinder的话呢 都是由统一的去 管理去聘用的 所以说 就是这个 我觉得就是 企业去考虑 选择这个数据 中心的话 如果你有一个 成熟的一个 一个成熟的 国际业务的话呢 我理解还是 一个全球布局 然后是一个 这个最高效的 但是的话呢 在目前的 这样的一个大的 地缘政治的 一个环境下呢 其实我们在现实中 这不是我来讲 就是大家确实 会给这个合规 然后去留更多的 一个缓冲地带 就是像刚才讲的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有出了一个 SRAMS III 对吧 那这个时候 有可能就会 有更加严格的 一个规定 那我们要确保 自己的这个 布局的话呢 就是它能够 这个就是 能够有一定的韧性 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 然后呢 具体来讲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 我们就是 再去看 就是说怎么去选择 这个 你刚才讲的 数据中心的 这个布局模式 其实就是回到 数据这个角度 那我觉得呢 就其实简单来说 就是一句话 就是有哪样的 如果说我想做 全球化布局的话 我有哪样的一些 数据类型 或者是因为 其他的法律的 监管要求 导致我不能够 让这些数据 就是到一块去的 对吧 这个其实就是 我们要避开 这个坑 其实就是一个 数据出境的 一个负面清单 对吧 咱们其实就是 从这个角度去看 那我简单来说一说 我觉得 这个有 咱们简单来说 就从数据类型来说 就是个人信息 对吧 还有一块 咱们中国说 重要数据 但这个重要数据 其实它在国际上 并不是说 非常的流行 但是我认为 其实是有很多 类似的概念的 一会儿给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个人信息的话 我们其实就看说 你有没有一个 本地化的要求 就是说 我不能够出境的要求 我的理解呢 其实目前明确说 必须个人信息 就是不能出境 必须本地化 这种非常明确的 法律规定 其实并不多见 但是的话呢 就是要特别注意的是说 一些很敏感的 或者是一些 非常大量的 一些个人信息 还有就是我们 要关注的是说呢 一些法律的 一些可能是 一些前沿的变化 一些的数据保护的法律 不仅是中国 全球的变化都非常快 我举个例子哈 你比方说 巴基斯坦 他们有个人信息 保护的法律哈 2021年 当然还没有出来 就还没有最后生效 但是呢 他就提到明显的 他提到了本地化 他说 关键个人信息 是要在本地存储的 什么是关键个人信息呢 比方说是跟公共服务 提供商有关的 个人信息 还有一些 比如说 他说敏感的个人信息 如果是关系到 国家安全 或者是公共利益的 要在本地存储 那这种的话呢 就非常清楚 就是说 我就给你一条红线 那你就 这种数据的话呢 你就是要在本地存储 并且去处理的 那这个时候 我们那就知道了 这是个负面 放到负面清单里面去 所以这个是 个人信息的这一部分 我觉得相对 还比较简单 我真的觉得 个人信息就算 非常非常简单了 其实更复杂的是 非个人信息 就是咱们常说的 重要数据 但这个词呢 其实确实是 我也看了半天 我也觉得 好像只有中国 咱们这边 大张旗鼓在讲 但是你要是说 别的国家没有 那我觉得也不是 只是说 大家的方式不一样 对 然后 那大家说 其实这个 除了个人信息以外 还有哪些信息 有可能是说 出境会受到限制呢 你比方说 从行业上来说 比较常见的 电信行业 然后还有像 这个公共事业 包括金融 包括电商 这些都是有可能 但是这些有可能 不一定是个人信息 它有可能是 其他类型的这个数据 它可能会被有要求 然后呢 到美国就更复杂了 美国大家知道 它从好多个角度 去管 你比如说 它有这种叫 它那个叫 受控非密清单 那些数据 它其实就不是个人信息 但它也有很强的一个管控 然后另外 刚才我讲的 就是比如说 像SIFUS的这种 外商投资 国家安全审查 然后还有呢 就是通过 比如说出口管制 这个事儿 我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 然后我们之前 比如说研究自动驾驶 然后你会看到说 美国其实它 对出口管制 它有一个很强的一个规范 然后呢 它有一个单子 好像叫什么 临时出口管制目录 然后它其中 2020年的 就是有一个 就是增加的一条 出口管制的类型 它叫做 专门为自动化分析 而去 做的这个地理的 空间图形 和点云 有关的这样的一个软件 那这个东西 你把它翻译过来 其实你可以理解 那就是 司末驾驶 它在去 就是这些传感器 然后收集上来 这些数据 然后去做这个训练的时候 所产生出来的这些数据 或者是代码 那它把它放到一个什么呢 叫做临时的一个出口管制 的一个清单里面去 那这个就意味着说 那这部分数据的话 它在一定 一个时间内 它其实就是会受到出口管制 其实它不就是意思是说 你出境是有 是 比如说你要拿什么许可证 其实就有限制了嘛 对吧 就是一个意思嘛 包括大家看到 比如说SIFUS的审查 图森 然后呢 和美国SIFUS 达成一个 一个协议吧 然后那个协议就是说 我们会对 一些数据的话呢 会去做一些 这个所谓的一些访问控制呀 或者一些技术控制呀 然后呢 其实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指的是 在美国的自动驾驶的 货车的 这个业务的 一些原代码和算法 是不能够开放给中国的 这就是它的协议上面 跟SIFUS达成的一个 就是一个 一个 一个协议的一个 内容 那么 这些的话呢 其实大家会看 就是比我们 我们觉得 中央数据很复杂 然后说 其他国家没有 中央数据概念 我觉得完全不是 其实恰恰是 尤其是像美国 这一块它有好多个 维度去规制 所以说 我觉得呢 这一块就是 这个我们要去分别 说哪些有本地化 其实个人信息非常简单 相对比较简单啊 但是其他数据会更难 然后还有一种类型 就是说 你可能没有一个 明确的红线 但是呢 你会发现说 我如果要是数据出镜的话 我可能会需要去付出 非常大的代价 那这种时候 我可能会宁愿 选择不出镜 我会去平衡一下 对吧 这个我还没有 很好的例子 但是我在想 就是说 这个比方说 如果我们现在中国的 这个数据 数据安全评估 假如说它最后 真的我们看下来 它的审核 比如说要求 批诺很多信息 有些企业认为说 这些信息我不想批诺 然后呢 扩核时间也比较长 加上可能结果的话 也会有一些比例 是不过的 那这个的话 可能大家就会觉得 哎呀那这个 虽然可以给我 给了我一个出镜的出口 但是呢 会 但是可能代价会很高 那这个时候 我可能也会选择说 那这部分我会留下 当然我不是说 但是我的 我还是比较相信啊 中国的安全评估 应该 大部分应该不会卡大家 我还是觉得 我还是比较相信这一点 我只是举个例子 所以这块呢 就是说 有一块就是从数据保护的角度 哪些数据不能出镜 一定要把它挑出来 还有一种类型 就不是数据的事 你要想到 不是数据的事 我可以给大家举例子 你比方说 比如说这个 比如说电子签 对吧 然后呢 全球都通用DockingSign 但在中国能有DockingSign吗 不能用 因为中国有CA认证 它要求CA认证 你必须得选择 中国的电子签公司 那这部分事 这部分数据 你就不能出 你就在中国部署 还有什么 比如说会计的资料 档案资料 那这块 其实很多国家 都有要求 要在本地有 因为它这个东西 是一个反映公司的 一个财务状况 包括就是税局 对吧 它会去看 它会需要拿到 这个数据的 它需要你本地有存储的 所以呢 这些的话呢 就是 它可能不是 我们数据保护当中 日常会去 这个每天去关注的事 但是它会有影响 对于我们去选择 这个数据中心的布局的话 是会有影响 所以我就刚才讲说 这个事呢 其实需要眼界非常开阔 然后就是 就是即使你只是在 法律的范围之内 你的眼界也要很开阔 不能只看着数据 包括否则 就会有遗漏 所以我就简单的给大家 先点这么几个点吧 好的 对 因为刚刚您提到 有一些就是说 要考虑这个数据的 这个负面 数据数据的一些负面清单等等 然后呢 这个部分 其实要和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们在这个屏幕上方的 这样的一个 这个图片里面的话呢 其实是把其中一部分 要关注的一些数据 然后呢是进行了一个列举的 当然的话呢 大家也可以提前先下载好 这样的一个这个课件 还可以跟着来去看 同时的话呢 这个杨律师之前 他们应该是写过一些文章 会去讲 就是说你在做数据出境的时候 要考虑哪一些点 就刚刚杨律师也提到 就是说 其实我们不仅仅是要 盯着数据安全的 这样的一些问题 然后呢 还有很多我们需要 考虑的一些点 那这个的话呢 都会在海问的 这样的一份数据出 数据合规的一个文章合集 大家可以也是 找到小助理去领取就行 然后呢是点击下方的 这个链接就可以领取 好 另外的话呢 就是这个也想请杨律师 因为您见过 其实应该是见过 挺多不同的 这种数据中心布局的 一些案例 然后包括一些 这个海内外的 这样的一些案例 也想请您和这个 大家去分享 其中一些 您觉得说 比较经典的一些做法 或者说可以给大家一些 有借鉴相关的一些 经验的意义的 这样的一些案例 对 我觉得 我觉得案例的话 如果说太细了 就有点暴露这个 商业秘密了 但是我肯定给大家讲的 都是活生生的例子 您会更好理解 我去看待这个问题的话 就是 我觉得呢 就是目前是这样 就是当我去 考虑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的数据中心 怎么去布的时候的话 我一般会先考虑 第一 我是布在境内 还是境外 对吧 然后第二呢 就是说 我是如果是布在境外的话 我选择哪个国家 我来说说 现在的通行做法 布在境内 还是境外 这件事情的话 一般来讲 如果我的这个业务 就像很多中国企业 是刚刚出海 或者说我是一个试探性的 我是一个试验性质的 那这个时候 其实像我刚才讲的 你没有必要说 我花大价钱 就去海外部一个数据中心 但是的话呢 确实像我刚才讲的 有一些数据 有本地化要求 你怎么办 我去租一个公有云 然后比较便宜 然后也能实现的要求 如果说 他要求说 我必须还得在本地进行处理 不仅是本地存储 那我就在当地 可能雇几个人 专门就是处理当地的一些数据 这个其实是大部分的 中国刚开始出海的企业 他们的一个常见的选择 第二呢 就是说那种比较成熟的企业 如果说我已经有 比较成熟的国际业务了 那还是建议咱们呢 就是去 这个在国外 或者是在 刚才咱们说在境外 我们去选择一个数据的 一个中心那个所在地 我们怎么去选择它呢 我觉得 简单来说 其实就是你要选择的 这个国家或者是地区 它得是两边都不嫌弃 啥叫两边都不嫌弃 就是说欧盟美国 把数据传给它 也觉得行 然后呢 中国这边对于 把数据中心不在那里的话 也没啥大问题 也觉得这个是 它是可靠安全的 这种 然后大家就脑子里 是不是就会有一些想法了 就是我觉得大家可能 现在自己 你也可以在 对话框里面去写 你觉得哪些地方 它符合刚才我讲的 这个要求 我觉得那比较典型的 就是说香港和澳门 这两家 它是这种 就是 我们从 比如说 因为它一方面 它可能也会受到 就是西方国家的认可吧 相对来讲 虽然说现在 比如说香港有国安法 然后确实还是会 反正跟以前会有些不同 但总的来说 还是要比中国大陆的话呢 会更加受到认可的 这个我觉得是 这是一个现实问题 然后同时的话呢 那对于中国本身来说 那我们的监管 也还是相对比较认可 而且我觉得 香港和澳 其实他们都有意义 再去达到自己的一个数据中心的一个地位 所以说 它对于自己 就是本身的一个数据合规的一个建设的话呢 也是 大家也可以看到 其实都有这个 最近两年都有一些动作 其实我有香港 也有澳门的客户 其实我发现他们做的还不错 澳门其实做的也很好 虽然大家可能不太关注 然后还有一个选择就是新加坡 但是新加坡的话呢 相对来讲呢 就是大家看到 新加坡反正这两年是左右风源 反正这个在西方国家 就是大家来看呢 我觉得都是 都还是很认可的 但同时你要考虑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们一方面考虑 就是说数据本身的一个 就是受到 比如说这个跨境 它是不是有障碍的一个事 还要有一个问题呢 其实你要考虑是说 一个网络安全的问题 也要考虑 就比如说 我们就算把 就是比如说我这个境外 我雇在一个 那个境外的一个国家 或地区 然后呢 这个数据中心 它不太可能保证说 百分之百的 跟咱们境内的集团这块 一点串联都没有 一点连通都没有 不太可能 肯定还是有些报表啊 对吧 有一些这个报送啊 还是要有的 但是这种情况就变成了 你但凡你跟咱们 中国境内的数据中心 有连接的话 那这个地方 它就有可能被作为一个跳板 然后来攻击 我们境内的数据中心 对吧 那这个时候 大家想一想 那国家放不放心 你把它放在新加坡 对吧 所以说你要想 如果说我境内的这个设施 是个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话 那我感觉 你恐怕就要好好地考虑一下 因为它还有一个 网络完全的问题 你可能香港和澳门 会更好一些 但你如果说 就是个民营企业 对吧 我这块也不是什么 在国内这块 也不是什么特别敏感的数据 那我觉得你想说 我更加更好的 让世界拥抱 怎么讲 就是外界可能更容易沟通的话 那我就放到新加坡 所以这事儿呢 我觉得就是 就是大家的一个 这个具体的 是自己情况的选择 对吧 然后还有一块就是说 比如说欧盟怎么办 大家觉得 那欧盟这个 它是一个高地 所以现在有些做法的话呢 我们可能是 把个人信息 我们都往欧盟赶 就赶压的都赶到欧盟去 然后反正 大家都认可欧盟嘛 都认可欧盟 那我们就都索性到欧盟去 对吧 反正重要的那个 个人信息 我们就放到那去 这就相对来说 也比较容易一些 然后可能个别的里面 有一些 这个就是少量的 我需要的一些 个人数据的话呢 我再从欧盟再出来 但是那样的话 相对来说 就比较容易过嘛 对吧 相对来说 各种评估呀 各种的措施啊 什么的 比较容易到位 所以那就是说 对欧盟的话呢 我们有时候会采取 一些这样的一些方式 那美国的话 有时候没办法 那我只能本地了 所以这些呢 其实也基本上 我觉得是目前 一个比较明智 然后也比较 这个也是量体财艺的 量体财艺的一些选择吧 嗯嗯 好的 感谢杨律师哈 我觉得把几种情况 以及包括我们 在不同国家的一个 这个选择的话呢 讲的都是非常清楚的 然后呢 这个当然哈 这个我们也考虑到 确实是 中国间有一个特点 大家来来回回 可能有一些没有听权 我们的每一期 也会把大家就是说 关注的一些问题 也会挑出来 和这个嘉宾去 这个共同去探讨 那么我们看到 大家有一些这个留言哈 待会我们还有一个问题 我们是每一个部分 我们都会先把我们的一些 这个比较重要的 一些环节 我们先聊透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大家的一些问题哈 当然的话呢 我们刚刚提到 如果是这个后来 才进入前面 没有听到的这个 这个同学哈呢 也不用太这个担心 然后呢 因为我们会把这一期的 这个 这个我们说 杨老师的一些分享 会整理成文字稿 然后呢 大家如果有需要文字稿的话呢 都可以先加上圈圈 然后呢 在我们的下方的链接里边 到时候的话 我们就把文字稿给到大家 这样的话呢 可以去加深 我们的一个印象去学习 好的 然后呢 我们再来回到 我们的这个话题当中哈 那么现在就是说 好 我们也知道了 可能他的这个选择的 这种方式哈 有不同 以及包括也理解了 数据中心的一些布局之后 那么对于 因为今天哈 这个我们还有很多 是这个法务的同学 然后呢 律师的同学 来去听我们的这个课程 然后呢 也包括还有这个 技术的同学哈 那么对于不同的 这种主体来讲的话呢 它在数据中心布局 以及这个系统设置 然后呢 以及建设和运行 以及维护的全流程当中 都能够去发挥 什么样的一些作用呢 去主动去做一些 什么事情呢 你说法务人员是吧 对法务律师 可能如果包括一些技术 也可以 对 对 说说法务吧 我觉得我们有一页PPT 大家可以看 我这可以展示一下 我觉得法务在这个过程中呢 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 虽然我们刚才讲了 说这个全球布局当中 会有法律 合规 有管理 有技术啊 但是我觉得法律在里面 绝对是核心的作用 所以呢 法务的话呢 实体和程序两个角度吧 实体角度的话呢 我的理解就是说 那法务其实还是要聚焦 就是咱们这个数据跨境的 一些核心的法律问题 我梳理一下 我觉得基本上有几个点 就是你要去 讲明白的 然后呢 一个就是说 你出境的合法性基础是什么 那这个的话呢 以个人信息为利益的话呢 其实 你在欧盟的话 它其实是 比如说有正当利益 有履行合同 然后也有个人统议 那这个的话呢 不同的国家不一样 你比如说有些国家 它不正合正当利益 那你就不能够在那个国家 用正当利益 另外一个呢 就是选择什么样的传输工具 那这块呢 其实比较常见的 我觉得就是这个SCC了 这个目前来看 应该还是现在最为主流 而且也是最为现实的 就是一个数据传输的工具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刚才我讲的 一个本地化的一个分析 这点特别的重要 对吧 因为刚才我讲了 就是说我们要避开那些坑 避开这个红线 那么你就得知道 到底哪一些数据 是需要本地化 这是一个特别复杂的工作 个人信息还好办 真正涉及到一些其他的数据 那就是要 恐怕是要请当地律师了 因为太为分阀 分阀和这个复杂了 所以说我觉得法务呢 第一就是说 法律上面层面 至少这三个问题 你是要去回答的 如果回答不了的话呢 那你就得找律师来去帮忙 去回答 第二呢 就是说在流程上面 其实我的理解啊 法律其实 法务的话呢 应该是要全程的 去参与这项工作的 然后呢 我们把它分成几个阶段 第一块呢 我觉得设计阶段 就是说 这个我们讲的 就是说是一个 其实这就是一个 privacy by design 大家总是说 privacy by design是啥 其实你在做一个系统的时候 对吧 你在去布局一个系统的时候 你法务应该是 从蓝图阶段 甚至更早的阶段 前期的一个论证阶段 你就应该参与进去 它那个蓝图怎么写的 权限怎么划分的 审批流是怎么做的 法务是要 最终是要给意见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 其实就是一个 合规能力的 一个潜质性的内化 第二呢 就是说建设阶段的话呢 我们要去做这个 作为一个关键用户 去做这个参与系统的验收 就是sign off 是必须要有法务的 然后呢 我们是必须要 从合规的角度去看 它的这个数据合规要求 是不是一个是 是不是有没有 第二呢 有没有落地 这都要看 第三呢 就是说 在运行阶段的话呢 那就是相当的 比如说数据安全管理的制度 整个一套制度建设 这个是少不了法律人的 而且的话呢 不仅是一套制度 我们说 不仅是一套纸面的东西 而且还有一个 就是关键的一个控制点 一个合规管控 这个点 是要法律人去参与设计 并且去进行审计 后面 还是应该 我们会有一个回头看 就是说 我把这个制度设计出来了 把这个管控点写下来了的话 真的有没有落实 包括后面的维护 像第三方 我们见到不少的 就是说 哎呀 找个第三方供应商 哇塞 结果因为他做运委 权力 其实权限大的很 对吧 然后甚至公司 想要去 想要去 查看一下系统的情况 都要 都要提交公单 给这个第三方供应商 那这个东西 我就变得 我自己的掌控力度 就太弱了 然后我这个第三方 信的过还行 他万一信不过呢 而且就是说你能保证 这个人今天信得过 明天也能信得过吗 所以说 对于第三方的一个管理 这个我觉得第三方是 必不可少 是要用的 但是说呢 你这个合规管控 肯定还是要 要到位 那这里面 其实也是需要 法务和律师的一个参与 所以我觉得就是 法务在这个过程中 我理解是个核心作用 这就是我的一个总的观点 对 从这个参与整体的布局 到这个 这个我们说 Privacy by Design 确实我们已经 也聊过这个话题 就是你在这个产品的 一些设计 包括可能一项业务的 新开始 它其实从这个时候 开始去法务去介入的话 而不是说 我这个业务上线了 或者遇到一些监管的问题 然后我再来去看 然后那时候 可能更多的 像是一个救火的 这样的一个角色 而不是说 我从最一开始 就让它这个变得 比较合规或者是说 不会遇到太大的一些问题 这样的一个布局的方式 以及在建设方面 运行和维护方面 然后呢 我觉得这五大部分呢 确实是也是构成了 我们这个法务团队 可能在日常的一个 这个企业的一些 这个出海啊 或者是说日常的一些 数据合规的管理的工作当中 其实都是适用的 所以的话呢 大家这个这五点 我们也已经 把它做到这个课件里边 大家也可以去找 小助理去下载 好的 然后呢 讲完这第一部分的内容 我们先来看一看 评论区里边 因为我看大家已经这个 很这个活跃 提了非常多的一些问题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好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 就是说关于数据合规 这个也有一些 这个外企 可能退出中国 那这边的话呢 应该是我一个老朋友 王良同学问到 他说 Salesforce退出中国 是因为数据合规的问题 造成的吗 这个不知道杨律师 您这个是否这个了解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 是一个这个 很新的一个业务 然后呢 我觉得 这个 一方面的话 我不能说 我对此有多么的知情 但是呢 我只能说从一个 咱们就是从一个客观的视角 去看待这个问题的话呢 就是数据合规的话呢 有可能 我不能 我不是说这件事 不是就是论事本身 但是确实有可能 就是说 他需要去做一个 衡量和权衡 就是说 这个 因为现在中国的 这个数据的监管 其实是越来越严了 包括其实 我们看到像Salesforce的话 我理想他这种类型的公司 很多时候 他其实是一个 Precisor 对吧 那他是一个 Precisor的话呢 那他 假如说他以前 我理解他 就像我刚才讲的 如果说他们都在 统一的 我把数据中心 放在一个地方 那么的话 其实成本是最急约的 那这个时候 在以前可能没啥问题 但是呢 现在的话 因为我们从 Controller到Precisor的 这种传输 其实它也是一个 数据的跨境 那么Controller这一端的话呢 那他其实 就是还需要为此 比如说 我是需要安全评估也好呀 还是需要去跟你去签 一个标准合同也好 需要去找一个 传输的机制 其实相当于是 有了合规层半了 所以呢 确实是我觉得 从我们这个 中国的数据出境 相关的管理规定 落地之后的话呢 其实有越来越多的企业 开始对于Precisor 它有一个本地化的 一个部署 确实是提出了要求 而且未来的话呢 这种趋势 有可能会进一步的 往前发展 所以说 那这样的话 它意味着 像这样的Precisor呢 它可能会增加 就是它如果要是 到中国来的话呢 它其实是要增加 它的成本的 对吧 那么增加它的成本的话 它肯定要考虑一下了 如果说 它在这块的业务的销售 其实可能不是 那么的理想 然后两项去比较的话 感觉可能 不是一个很好的生意 我觉得因为这些 都是公司 都是生意人 对吧 如果是 如果是一个 不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平衡的话 那它有可能就会 做出一些选择 当然我说的 不是Salesforce本身 这个我真的完全不了解 但是我只是想 就是从我 你问我的话 我就突然间想到了 如果是跟数据合规 有关系的话 可能会在这个方面 会有一些关联 好的好的 感谢杨律师 杨华同学问到说 企业数据中心 全球布局和区域自治 各有什么优劣事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这个我们是在一页 这个PPT里边 写的比较清楚 就是这个中心 这个比如说 全球布局的 然后呢 优劣事是什么 区域自治的优劣事是什么 这个您直接找 圈圈去领取 我们的这个课件 就能够看得到 因为我们讲过的问题 我们就跳过 好 然后呢 第二个问题的话呢 再问是刘芳同学 问到说 可以介绍一下 刚刚您提到的 这个传输影响评估吗 就是这个TIP 然后呢 您可以介绍一下吗 哦 对 TIA 就Transfer Income Assessment 对对对 它是这样的 就是 这个 怎么讲呢 就是就CM2之后 大家知道 咱们的SCC 这个作为传输工具的效力 还是被继续认可的 但是呢 它增加了两个 两项内容 其中一项呢 就是说你要去做一个TIA 那这个TIA的话呢 其实 其实就是 刚才我讲了 它用一句话来说 就是你这个数据的接收方本身 然后呢 它是不是 呃 这个 就是说你数据接收方 所在国 它的一个法律法规 以及呢 执法实践 是不是有可能会导致 这个 你的 接收方的旅行 SCC会产生障碍 这个说的有点概念化 但是我可以给大家 把它就是更形象的讲一下 啊 其实 就是你要去做个评估 啊 评估的对象呢 就是 它其实是 呃 还比较好的一点 就是说 它其实 刚才我讲的 它其实不是评估整个 比如说你传到中国来 然后他就说 哎 你中国的这个 整个的法治 法治环境到底够不好 执法是不是乱来 啊 他还是说 你这个有没有可能 是针对我这一次传输 这个欧盟的这个数据 到了中国来 有没有可能就被失控了 有没有可能就被政府调走了 我要去做这么一个评估 那这个事呢 其实就 就说 呃 那它就 那那那它肯定有变量的 对吧 那你比如说 我如果要是 好比说我这个 好比说我普通的员工的信息 对吧 我们觉得一般来说 我就算传到中国来 你欧盟的你的员工信息 那我中国政府一般来说 我也不会去调取 啊 对吧 这个我的法律上面 也有相应的dual process 也会去进行一个保护的 如果要去提取的话 那你如果说我这个 比如说你的员工当中 有一些就是个 东突分子 或者什么疆毒分子 那这个东西 那中国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安全 那我有可能就会 要求就是 我要去保护国家安全的理由 我要去调取数据 这个在任何一个国家 我觉得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呢 它第一个就是评估的是说 你中国的这个法律 对你的这个数据 对你这个传来的这些个人 有没有威胁 有没有可能被政府调走 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意思 对 然后呢 然后还有的话呢 就是说你评估的依据是什么呢 评估的依据就是说 这个你中国的一个就是 一个是中国的一个法律环境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中国的 比如说我哥 我说中国都是指的是 接收国是中国啊 然后呢 中国的比如说 我们的执法环境 就不仅是要看说 你这个法律怎么写的 比如说法律都写的很好 对吧 但是你实际执法的时候 非常的粗鲁 非常的不讲 不依法执法 那这种的情况下 他也会认为 我的风险会比较高 所以简单来说 TIA就是去 让你去评价的 其实是一个 其实挺难的这件事 让你去评价一个境外的 他的法律和执法 有没有可能 使得欧盟人的数据 传过去之后呢 被政府不当的获取 其实简单来说 就是这么个事 其实咱们中国 现在我们的 我们的标准合同里面 其实也借鉴了 他这个TIA 但是说 我们做的呢 相对来讲就是 减版了一些 简单了一些而已 但是这个大的思路的话 有一点相似 好的好的 感谢杨律师 好 还有一些问题是这样 我们待会的话呢 我们再讲到的时候 我们讲完第二部分的话 我们再回来看 如果今天晚上 确实有一些问题 我们没有办法挑选到的话 大家也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是有一个 数据合规 实物交流群的 然后呢 这个交流群里边的话呢 我们过往很多 分享过的嘉宾 也都在群里边 然后呢 以及包括很多企业的 这个资深的法务总监啊 然后呢 还有技术总监等等 也都在群里 大家可以相互的 去做一些 实物方面上的一些交流 但是大家依然可以 很认真的听 去留下我们的一些问题 待会我们都会来 去提问的 包括刚刚那个 叶问到的这个 就是说这个SCC的一个 试用主体 和我们中国的 有什么区别 因为等会我们会 讲到这个话题 所以您一会 留心听就可以了 好 然后我们讲第二个部分 就是欧盟的 Shames2案件之后呢 那中国它怎么去 中企它怎么去选择 比如说和使用SCC 这一类型的 这样的一些传输工具 那么因为讲到 Shames2案件 其实可能 对于很多 这个朋友来讲 他可能不是特别的清楚 那到底是一个 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大致和大家讲一下 但具体的话呢 还要听杨律师来讲 然后呢 因为这个在2020年的时候呢 这个欧盟法院在 Shames2一案当中呢 是否定了这个欧美之间 因为他们之前有一个 数据传输的 这样的一个隐私盾 然后呢 是否定了隐私盾的效力 那么这个案件 虽然说我们说 它是针对美国 欧美这样的一个 数据传输的 但是呢 其实在这个案件之后的话呢 也是把SCC的这个工具的话呢 也是做了一个 更加严格的一个要求 刚刚杨律师也提到了 那么可能是增加了一方面 可能是我们提到的这个就是 这个两项内容 一个是更多的补充措施 另外一个就是 刚刚这个也有同学问到的 就是TIA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数据传输评估 这样的一个内容 相当来说 其实是给企业增加了一些负担的 那当然哈 就是这个Shames2案件 这个出台之后呢 那它对于中企出海 它怎么样去选择 我们的一些跨境传输的工具 应该也会产生了一些影响 所以的话呢 是想听听这个 这个杨律师对于 Shames2案件的 这样的一些 这个来龙去脉呀 然后呢 以及包括对我国 中海 那个中企出海的 这样的一个工具选择的影响 听听您的一些看法 对 我觉得BK你反正也 介绍的挺清楚的了 就是背景我就不多说了 但是说 它本来应该说 对跟咱们的影响 其实对我们影响不大 它其实是 欧洲到美国之间的数据传输 只是这么个事儿 对吧 但是为什么说 这个咱们关注 它呢 就是因为它的次生效果 就是刚才讲的 它其实改变了 SCC的生态 本身就是一个 一纸合同的事儿 现在呢 给你折腾出来 一个是就叫 那个叫什么 补充措施 然后呢 一个就是刚才 我说的这个TIA 然后呢 而且就是说 大家也看到 就是说欧盟的话呢 还出了这个一些指引 就你要严格的 它的指引的话呢 我感觉就 可以达到一个效果 就是欧盟的个人信息 就别出境了 它出不来 因为你比如说 它说的这个补充措施 它给你一些指引的建议 是什么呢 比如说 把欧盟的数据 出境了之前 去做一个加密 个人信息 然后呢 密钥掌握在 传输方的手里 或者是说 我做一托敏 然后那个托敏 映射表呢 我掌握在传输方手里 我不给你那个接受方 那这接受方 相当于拿了这个数据 根本压根没法还原成 个人信息 对吧 我根本没法用 所以说呢 这就是 它给你提的一些 额外措施的一些建议 所以说 确实就是会导致 这个 如果说严格的去执行的话呢 其实会导致 NCC 其实就没法用了 但好在就是说 现在其实 它提了这样的一些 虽然有一些指引呀 什么的 但是说 其实外界 大家也有一些 批评的声音吧 就是毕竟 你不能够阻拦 就是还是不能够说在 没有一个非常强的理由 的情况下 直接就阻断这个 个人信息的一个传输 所以说现在 其实在 真正的落实的过程中呢 我理解还是会比较 比较这个 就是说 我理解还是 还是折中的 包括其实我们 做的一些项目当中 比如说数据传到香港 数据传到国内 然后这个TIA的话呢 我们的 都评估成为说 是认为是能够通过的 但至少目前来讲 就是我们自己评的 目前自己评的 但目前至少来讲 没有被challenge吧 就是说 还是 然后我们 这个相应的 这个补救措施的话 也可能也不会 那么的绝对 但是我们会去用 比如说一般的 这种去标识的 一些方法呀 日制 审计的方法 全线管控的 一些方法 身份验证的方法 然后来去增加 更多的一个 补充措施 所以说呢 就是 还是 只是说 他把这条路 可能给你画的更窄了 要求更多了 但是还是能走得通的 所以说呢 虽然说 SRAM2这个案子之后 SCC发生了变化 但是目前依然是 欧盟数据 个人信息出境的 一个最好的工具 因为比如说 其他的就更难了 不是因为他 不是因为他好用 是因为别的更难用 我觉得 你比如说 BCR BCR到目前为止 没有一个中国公司 拿得到 而且你拿到它 其实后患也很多的 比如说 我有一个朋友 他们大国企 大药企 他们就拿了这个BCR 当然他外国公司 然后呢 他们两三年前 在中国就得搞PIA 因为你要达到 跟人家通的欧盟的水平 你这个合规成本 很高很高的 对吧 然后还有那种 比如说Dirrogation 是那种课检原则 但课检原则的话呢 基本上都是一些 什么那种 偶然的团书啊 然后偶发的 然后就是 不是那么重要的 但是像咱们那种 业务上的 我们是连续性的 对吧 我们是一个高发高频的 你其实没法用 最后大家 其实还是要用SCC 但是呢 就是现在 其实SCC就是 比以前 就是说要复杂了很多 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影响吧 对 那另外就是我们 因为前一段时间 是那个个人信息 出境标准合同 规定的一个草案 也出来了嘛 然后呢 我们也看到就是说 他其实在这个规定里边 是要求处理者 也在他的PIA当中呢 也要去评估 境外接收Dirrogation 个人信息保护政策法规 对于这个标准合同的 一些影响 那么这一项规定 是否可以理解 它是也受到了 这个欧盟SCC案件的 这样的一个影响呢 我觉得中国应该 不会受他案子影响 但是中国肯定会 会跟他学习 他做的这个TIA这件事情 就是 就相当于就是说 你出境的话 你不是说 只是一个 一个Paperwork就行了 简单来说 你签个合同 那谁不会签呀 是吧 就是你还是要做一些 实质的事情 确保说 我真的能够把数据保护好 所以呢 我觉得呢 这个其实也是 中国跟他去学习 我想也是大家 本质上面 其实都有这样一个 就是说我要去 有落地的合规措施 不仅仅是一个 纸面的合规措施 然后形式上面 确实跟它是 这个 这个还是 有所 就是有所学习吧 但是 但是先对来说 比较简单 比如我们 我们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评估呢 没有说让去评估 它的这个整个的法律 我们只是说 个人信息保护相关的 法律规定 但你说这个事 有时也很难说 就是中国 中文国大精神 它说个人信息保护相关 那你说情报法里面 跟个人信息相关的事 那也是个人信息保护相关 它可能未必只是 单指个人信息保护法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咱们不是说 凭所有的这个 执法的情况 它当地的执法状态 咱们看的是 针对于你这个接收方的 比如说以前 中国 以前就是当地的政府 有没有向你去提取过数据 是个什么情况 对 它其实相对来说 比较微观 比较聚焦 所以说中国也是学了的 但是呢 中国学的相对简单一些 是稍微有点区别 好的 明白 我看到评论区有一个问题 我先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就实务群怎么进 然后这个直接添加圈圈就行了 然后呢 这个小助理圈圈 会拉大家进群的 然后呢 资料的话呢 也都是全都是添加圈圈 来去领取 包括杨律师今天带来的 这个海问的数据合规 相关的这个合集 然后呢 因为它是包括了 网络安全 数据安全 然后个人信息保护 还有数据 这个数据脱米相关的 这样的一个法律的问题 然后呢 大家直接找小助理就行 好 那另外的话呢 就是我们也注意到 这个标准合同 这样的一个规定里边的话呢 其实 包括这个欧盟的 这样的一个SCC 也都提到了 有多处提到了 这个审计的 这样的一个要求 那么对于两者来讲的话呢 它是不是有一些差异 以及包括对于 这种差异 它对于企业的 这个实践来讲 会有哪一些影响呢 嗯 对 这也是挺好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其实中国的这个 就是标准合同里面 说的审计的话呢 它其实也是 跟这个SCC 也还是有蛮大的相似性的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呢 不像TIA 咱们是缩小了范围 咱们在审计这个问题上 比它扩大了 就是 而且我觉得 这未来的话 大家可能要关注一下 咱们如果用中国版的 标准合同 假如说就以现在的 这个版本生效的话 可能在这个 审计的问题上的谈判呢 会稍稍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的 就是你要去 没准有人会提出来啊 因为双方不太对等 对吧 就是你比如说 人家那边的审计 SCC下面要求的审计的话呢 它只是这个 谁有这个审计的 受审计 受审计的这个义务呢 其实是那个受托方 这个很好理解 就是你是受我之托 忠我之事 我对你进行审计 对吧 但是人家下面 没有要求说 你这个接受方 比如说我一个 独立的数据 数据者 controller 我也要接受你的审计 但中国它现在有这要求 还有就是说 合同解除的时候 或者是受托方 它的这个数据存储 到了存储期间的时候 它不是要求那个删除 或者是匿名化吗 然后呢 人家只是要求说 你就是相当于是个certify 就是说你让你那个 接受方自己去 做个承诺之类就行了 中国它要求说 你要提供审计报告 就是你得找一个 比如说 找个独立的 或者说是一个中立的 一个第三方去 真正去查看 说你真的删了 然后他给你出过审计报告 他才承认你是真删了 所以在审计这个问题上 就是咱们应该说是 出于清于兰而胜于兰 有一点这种感觉 会有一点 会有一点 因为审计是一个 说实话是一个比较有 它还是一个比较强的 一个手续 所以说我觉得 未来可能会 在这个问题上面 可能会有一些争论吧 对 那另外就是 现在因为我们看到数据 它的流动的话呢 它其实是又有一些 这个传入 又有一些传出 然后呢其实两边 它可能要求都会不一样 那比如说我们看到 这个各保法 它对于这个 这个处理者 它比如说向境外 去提供个人信息 也做了一些规制 那其中有一个的话呢 它就指你在传出的时候 比如说你从境内传到境外 它是作为这种一次的传输 但是评估办法又注意到了 还有一个 就是你传出之后 你可能还会有再转移的 这种情况 就比如说我们说的是 数据出境再出境 那么对于这种数据 二次出境的话呢 它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些这个问题 一些困境呢 我觉得在欧盟下面 其实这个就是这个 ICC下面的话 就是这个二次传输这件事 它其实还相对来讲 就是不是很复杂 就是说 而且我觉得在咱们特别说 比如说我们的数据中心 布在一个境外 然后呢 它会说我们如果说是这个 但它可能还是有少量的个人信息啊 有可能是会这个传输到 比如说跟总部这边 有一些串联 有一些勾连 沟通 那这个情况下呢 相当于就是说 其实就是个二次传输 对吧 因为你从欧盟到 比如说境外 比如说澳门 那这是一次 然后呢 然后我这个 比如说总部 我再去拿一些数据的话呢 这其实是二次传输 我觉得相对来讲呢 就是这样的话 其实是一个不错的 一个一种一种一种方式 因为你比如说境外那些 他们可能会去签一个大的 SCC 一个框架协议 那我总部的话呢 我可以不参加到 它这个大协议当中去 但是呢 我就去跟这个 比如说澳门的这个主体 然后呢 我去跟他去签一个 二次传输的协议 这个在欧盟下面的话呢 它其实是可以的 它就要求就是说 你要就是 就是说 你要告知人家就是 这个 你要告诉这个个人 说我这还有一个 比如说 我这有一个二次传输的接受方 就比如说 不仅澳门这个主体会收到 然后还有就是说 比如说北京的一个主体也会收到 然后当然你可能要告知他的身份就可以了 你不需要搞他具体是谁 你说这是我的总部 他们可能有个别 比如说员工的这个信息 他可能有个别的要调取 然后呢 告知这是一个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 就是总部 比如说北京家公司 和澳门这公司 然后两方之间 再去签一个 协议 然后其实 这个协议的话 它就没有要求你必须用 ICC的条款了 就是但是呢 你只要能保证说 通过这个协议 你能够就是让 这个二次传输的接受方 能够达到一个 就是承诺一个 就是欧盟要求的一个 同等保护水平 就可以了 所以我觉得 二次传输在欧盟的 这个ICC下面 其实还是比较好用的 就是我们 当我们特别是 这个布一个数据中心 然后我们又总部 跟他之间 要有一些关联的 有一些这个数据的 往来的时候 其实可以通过这种协议来做 那中国现在其实以前 我们可能没太去关注这一块 但是现在我们也 有一个二次传输的 一个要求 而且还比欧盟更复杂了 它要求好像 一个是有什么业务必要性 还要就是告知 而且不仅是要告知身份 还要告知具体是谁 我觉得这有点难 说实话 你很多时候 我传给你的时候 比如说 我传给你 然后对吧 然后但你有可能会找一个 找一个 比如说一个 受托方 如果说你是总部的话 我可能还知道 你的受托方是谁 那你如果你是我的合作伙伴 你可能找 找IBM 你是找微软云 还是找阿里云 那我也不知道 我没法给你 但是他现在要求说 你还要披露这个身份 然后同时的话 再加一协议 然后呢 还要把这个副本 对 副本也要给到传输方的 这样的话 其实就是完成一个闭环吧 就相当于 我再次传输出去 但还是能保证 可以和之前这个 一次传输接受方 同样的能够有一个 达到一个保护力度 所以他二次传输 其实就是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事 对 您谈到二次传输 我觉得确实是 其实挺难的 因为包括对于企业来讲 他有的时候 自己可能都不一定 判斗得清楚 他二次会传给谁 对 对对对 那这种情况 比如说如果你要再去 这个取得同意 或者说把这些都告知清楚 他可能的确没有办法 做得到 那感觉 那对于这个问题 那有没有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 更好的一些解决方法呢 还是说 他就只能到 你在二次传输的时候 你要再一次去 去让那个信息主体 个人信息主体 去获得他的同意呢 我觉得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除非你 比如说有一些 可能比如说 我是员工的场景 对吧 这些人我比较好找到他 而且就是少量的 这种情况 那我可以再说 我再告知你这个主体 到底是谁 是阿里云 还是微软云 对吧 那你要说 我如果是这种消费者 大量的情况的话 那肯定不 肯定这是一个 没办法做到的事情嘛 所以说 这条的话呢 我理解就是 你像欧盟的话 他其实就 就没有要求说 要具体说主体身份的 他只要说 告诉你他的一个 身份特征就可以了 对 但是中国目前 如果说 他现在的这个ICC 如果不改的话呢 未来就会出现这样一个 就会有这么一个困境 就大家其实是很难 百分之百的去合规的 嗯 明白明白 理解 好的 那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评论区的一个问题 好顿顿问 顿顿 让我感觉像是 心动方的这个老师过来了 没准就是了 也许 也许 这个跨境 这个问到的是 跨境直接采集 欧盟用户的数据 比如说是通过客户端 或网页直接收集数据 到欧盟以外的服务器 那么不涉及到 数据的进一步转移 会有额外的合规考虑吗 嗯 对 这个就是要看 就是说 这个 就是要不要受 预外管辖的问题了 嗯 对 因为咱们的各保法 有这个预外管辖的规定 然后这个 欧盟的 其实他们的GDPR下面 早就有 对吧 其实就是 他讲的一个 就是说 那我 这个 如果我是 比如说我就是 跨境提供这个产品和服务 那我本来就是 虽然我是在中国 部署的 但是说我其实就是 为了给欧盟境内的自然人 提供产品和服务的 那他其实就是会 你就要相当于 说预外管辖的意思 就是说 你要按照欧盟的标准 来去 来去这个 建立自己的合规了 然后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是这种 就是 这个监控的行为 但是我 我印象中 欧盟的这个规定 中国现在是比较宽 他说的是分析评估 这个非常宽 欧盟的话呢 他其实是 他应该是说 一个是说 你有监控他 而且你还应该是 有一个那个 subsequent use 我印象中是有这样的 一个 一个 一个条件的 就是如果说 我只是 比如说 我有个网站 然后他来访问我 那我可能就是 我肯定还是会记录一些 什么cookie之类的东西 那如果只是 这样我没有再去 做进一步的使用的话 那这种的话 可能不会认为说 落入到这个监控 做而被这个 预外管辖 但如果说 我 我去做了这个监控以后呢 然后我还给他去做一些 精准的推荐 然后就是有这个 后续的使用 那么他其实就会 落入到预外管辖 所以您刚才说 这个情况呢 其实确实是要做一个 判断 就是看看 是不是真的 落入预外管辖了 如果落入预外管辖了 理论上来说 那你是要 按照欧姆的要求去做的 而且他是可以 对你进行执法的 只是说 现实当中 能那个执行 肯定是有困难 但是理论上来说 它是有管辖权的 嗯嗯 好的好的 感谢杨律师 好然后呢 这个再一次提醒大家 这个因为听客听到 现在如果都没有 领取到我们的福利的话 会非常的可惜 大家一定要添加上 我们的小助理 因为今天是给大家 准备了很多的福利的 一方面是杨律师 这边精心准备的 这个课件 然后呢 有很多这个我们说 这个今天讲到的 一些要点都会在这里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是这个海问的数据合规的 一个合体 合集 专题合集 然后呢 包括网络安全 数据安全 个人信息保护 和数据脱敏相关的 一些合规的问题 都会在这里边 能找到一些答案 然后呢 以及因为过往的话 大家如果是知道 我们其实每一天的 直播间都会给大家 准备很多的福利 如果你有哪一天 是漏领了的 然后呢 这个也可以找到圈圈 来去这个领取 然后呢 我们希望就是说 除了杨律师的 这个干货满满的 这个实施的一些 分享之外 也能给到大家更多 这个延展性的 一些阅读的资料 然后呢 一起来在数据合规 这个方面上 能够走得越来越好 好的 那我们去看一下 我们今天的第三部分 的这个内容哈 就是关于中企 如何构建适应 多法育环境的 数据合规体系 那么我们其实 先想问的是 第一个问题哈 因为现在的话呢 我们其实刚刚也谈了 虽然也谈了 蛮多的这种 这个关于数据的 中心的布局啊 然后呢 以及关于这个 数据跨境的 一些工具的 一些选择哈 那但是对于 企业来讲的话呢 那他其实也会遇到 很多一些数据 保护相关的 一些挑战 那这里其实是想请 这个杨律师 来帮大家梳理一下 比如说中企 是要出海 那他可能会有 哪一些场景 或者是说 有哪一些事项 会受到这个 数据合规保护的 或者说数据保护 这样的一些挑战的呢 一些具体的 一些场景 嗯 明白 我觉得就说GDPR吧 大家肯定关注的 也是 毕竟是关注GDPR 更多一些哈 然后我感觉 嗯 其实你在看的时候呢 我建议的就是说 大家就去看执法 对吧 就去看到底罚了谁呗 然后原因是啥的 不就知道了吗 然后呢 特别是要看什么呢 特别是要看那些 就是跟中国 咱们的实践 不一样的 就是会刷新 你的经验人知 比如说我在中国 我一直这么做 一直都没有事 但是出去了之后 就会有事 这种的话呢 就是你要特别注意 这种坑是 就咱们特别容易 容易跳进去 对吧 所以说 我们就是要通过 看案例的形式呢 去梳理出 这些可能的场景 我大概想了一下 我觉得大概是有三种类型 一种类型的话呢 它就是因为 就是 就是说我们的实践 非常不一样 比如说在中国 它不觉得是个事 但是呢 甚至法律上面 我们可能都没有把它 做一个很严格的规制 但是呢 你比如说 到了欧盟 它就会认为 是个很大的事 然后也经常被执法 这是一种类型 还有一种类型呢 就是说中国 其实中国咱们现在的 这个个保法 跟人家 就是距离 其实越来越小了 但是呢 咱们的执法 其实大家看到 其实肯定我们 还刚刚一年不到 所以说呢 有一些是 人家已经有很多执法 但是咱这边没啥执法 所以你没有什么 应对的经验 对吧 这种类型 其实也很需要去注意 第三种类型 就是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说 是一个观念的问题 比如说 中国是长期以来呢 比较 这个 我们其实比较为经验 就是为结果论的 就是我经常跟大家说 如果说中国法 就跟大家说 哎呀这事 反正你看看吧 就是咱就别让它出事 别出事 其实这是一个 非常务实的话 但是你要看欧盟的话呢 人家就不是说 出事了我才管 人家是说 你即使没有损害后果 但是你的合规义务 如果没有履行 那我也有可能会罚你 那这个真的是一个 就是一个 法治观念的一个问题 我都分别举些例子 大家就可以 更加清晰的知道 会有哪些坑 然后呢 一个比如说 像我刚才讲的那种 咱们的实践 跟人家不一样 的这种类型 就是比方说 你看欧盟 就是罚的最多 金额最高的是什么 设计写冷 对 是一块 比如说像那个 英行 对吧 万豪 都很多 然后像谷歌什么的 Facebook这些是什么呢 定向推送 对吧 然后呢 就是广告相关的 还有就是 比如说打营销电话 邮件 这种的 那这个东西 你说咱们在国内 就感觉是 很常见 我今天上午 还接了一个 挺有名的一个 什么 他说 我是某某金融 说 那个您是优质客户 然后说 你想不想 我给你一个折扣 我根本就不是他的客户 我都不知道 他是哪来的我的信息 但在国内 你觉得这东西 他可能没有 特别严重的后果 虽然他肯定是不对的 对吧 但是他到了欧盟的话呢 这种其实就变得 这个 他就是一个执法的 你看谷歌呀 什么的 都是因为 都是一个高额的法单 包括亚马逊 好像亚马逊吧 我记得 有可能是谷歌 或亚马逊吧 都是非常高的法单 所以这种量 非常非常小心 那这就是人家法律 跟咱就不一样 就是人家的这种 人家的定向推送的话 人家通常来说 是要求是要同意 那这种同意的话 欧盟的同意要求 是很高的 所以您看 咱们很多时候 咱们上一些境外的网站 人家就是说 你愿不愿意接收 说我的这个 就是后续 给你发的一些 什么newsletter呀 或者是发送一些 这个commercial 这种 这个广告呀 什么的 你都要 你要主动选择 人家才给你发 而且还只是发一个 牛件 还不说给你打电话 然后呢 它只有一些例外 但是非常少见的 就是一些 比较特殊的情况 你比如说 2B的业务当中 如果你这个联系人 然后你给他发的是一些 跟他职务有关的 一些广告的话 那么你可以 不取得他的同意 那这种情况 比如说我之前 参加IAPP的会 我回来之后就发现 我就接收到了一些 比如说类似于 像是OneTrust 这些公司 给我发的一些邮件 我本来想着 它有问题 但是后来我想着 它露露到这一条的例外 而且它只是给我 发了个邮件 所以呢 这个就是 在人家那边 就是挺严格的 但是呢 你看中国的话呢 我们就是 比如说交叉营销 这种情况 打那个营销电话 对吧 其实很常见 然后呢 甚至是说 除了金融行业 可能管的比较严格以外 现在行业 目前我都觉得 没有很强的一个操作 甚至我们对于 比如说自动化决策 我们看的更多的是说 你的决策的本身 要有后名 不能歧视 然后呢 但是我们 其实是有一个 opt out的形式 是说 那个就是 就是说 但是就是 你要提供 比如说是一个 拒绝的这样一个选项 或者说不针对 它特征的一个选项 它并没有说 你要做一个 个性化推送 自动化决策 你就必须得上 它先去同意 才能去做这个商业营销 所以这个就是说 从法律本身和实践 都会有比较大的一个区别 这种的话 是肯定要非常小心的 第二种类型 就是说 中国法律也有 但是咱们的执法比较少 比如像你刚才讲的 泄漏的问题 你像那个万豪也好 英豪也好 被罚了很多钱 但是中国现在 其实每天都在发生泄漏 对吧 就关键我们去代理的 泄漏的事有很多 哪个被罚了 而且大家的理念不一样 中国现在很多时候是 说我是受害者 那然后我去公安去报案 因为有人侵入我的信息系统了 所以就是 当你到欧盟的话 他会看你说 你有没有去履行好 你的这个采取 独播的安全措施 但我想说一句 其实我最近的一次 我最近的一次 应该是今年的上半年 然后去报案 然后呢 当时就是 我们是代表的是一个商户 是一个平台上的商户 然后呢 当时那个数据 是从平台上泄露的 然后那时候 网警就说 说这个平台 它是没有履行好 那个安全义务 我们要去找它的 所以他当时是 已经有这个意识了 就是说 你们被侵入了 不是说 你就只是个受害者 其实也有可能是 你是有一些过失的 对 所以像这种的话 也要 还有比如说 个人权益的保障 就是咱们也是给了 很多很多权利 但是咱们没有一个 很好的就是说 如果没有行权的机制的话 会怎样 但是欧盟 其实很多罚 很多处罚就是这样 你就是没有给人家退出权 你就是没有给人家 反对权 你就是没有给人家 知情权 没有保障 或者人家找你 你没给人家去落实 对吧 然后还有一些 比如说员工的保护 也是 在国内的话 大家就觉得比较 这个就是比较简单 但是呢 其实在欧盟的话 员工的这块数据 包括合法性基础的建立 包括我们常见的那种监控 其实都是非常常见的一些情况 对 然后最后就刚才我讲的 这个就是没有损害 就是你看欧盟有很多处罚 它是什么原因呢 是说违反了个人信息 保护处理的基本原则 然后呢 选错了合法处理的合法性基础 你比如说像PWC那个处罚 说你对个人 对于员工信息的处理 你就不能选择统一 对吧 你应该选择履行合同 或者是选择正当利益 那你像德国的话 它还有专门的规定说 员工数据处理的话呢 选正当利益都不行 它觉得也不太合适 就是你这些东西 你说对这人造成处罚了吗 出现泄露了吗 都没有 但就是你的义务 没有履行到位 就会被罚 所以我觉得呢 就是这个是跟我们的观念 我们的结果论的观念 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块我是 我觉得其实还有很多点 但是让我自己 非常有印象的 我就总结了这么三个点 大家可以参考 对对对 员工个人信息的 消费者的这个保护的 然后呢 还有这个数据泄露 帮大家这个稍微点一点提 好对 然后呢 这个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因为这也是直播间 有个朋友问到 他说那么面对 这样这么复杂的一些 这个环境 那么中企怎么样 去建立自己的一个 这个比如说能够适应 多法育环境的 数据合规体系呢 对 这个问题比较大 然后 我就试着把它就是 肢解成大家能够去理解的 这个角度去回答这个问题 我就是第一呢 就是我在任何一次 就是交流上面 我都会说 一定要采取的是一个 叫风险路径 就是一定要把 好钢石在到日上的 就是咱们没有那么多的钱 对吧 我们要把钱花在 真正该花的地方上 然后呢 我也一直跟大家说的是 你 就是其实 就是你要去判断 几个高风险 一个呢 叫做就是高风险的数据类型 一个叫做高风险的 处理环节 一个叫做高风险的 数据处理行业 但在这个行 这个全球的这个 这个这个话题下面呢 我觉得还在加一个 高风险的国家或区域 对吧 就是你首先要先知道 说我该把钱花在哪 这个咱们就那么多预算 那我们到底是去做什么事 你先把这几个高风险 把它挑出来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重点国家 那美国欧洲 大家肯定知道是重点 但也不是说 就这么的简单 对吧 要看到的是 其他的国家也在不断的跟上 你比如说像国能比亚 大家知不知道 2012年 应该是2012年 它就有了 个人心理保护法了 巴西也比较早 对吧 就是我记得也是 这一天刚出来 可能巴西就开始有 所以 那这些国家 你也要去看 就是说 你如果在当地的话 你的业务是很重的 很重要的业务 特别是咱们现在 很多其实都是南美 这些国家 那其实它也很重视 对吧 所以我们要把重点的 这个国家挑出来 然后呢 还有就是有一些 就是说 可能法律上面 还没有那么强的一个执法 但是呢 它当地的 这个数据保护的 氛围非常浓 比如说 我有一个人工智能的客户 他们去新加坡 然后呢 就是人家在去 跟他合作的时候 就天然地戴着 有色眼镜 就是说 中国公司的 数据保护水平不行 就有点那种 就是他 就在采购 被采购的时候 他就 他就有点 落于落实 虽然新加坡可能 执法没那么严格 说实话 但是呢 人家对于 数据保护很看重 所以说呢 它会对你的业务 产生影响 那这种时候 这种国家 你也要非常重视 对吧 也要能够证明自己 具有一个很好的数据合规水平 然后另外的话呢 像我刚才讲的 比如说重要数据 重点的数据 类型 像个人信息 还有我刚才讲的一些 其他的这些 重要 就是不掉重要数据 但是非常重点的数据 这个我就不再说了 还有行业 比如说电信 公共事业 交通 这个金融 电商 这些其实都算 重点的环节 你比如说 像刚才我讲的营销广告 然后像这种监控 人脸识别 这些都是 在当地的话呢 都是罚款 这个最多 最高频道 然后大家最反感的东西 那这个时候的话 钱花在这个上面 我觉得这是第一 第二呢 我觉得做这个数据保护 全球的 你可能有十个国家 二十个国家 但是呢 尽量的 还是要去做标准化 有时候是做不到的 但是个人信息这块呢 我还是觉得 有着一个 比较好的 做标准化的 一个前提的 就是因为确实GDPR 它的体系性很好 而且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包括传输的工具 SCC 目前来看 它的话 它就是可以 基本上可以全球 就是你可以做一个 通用的一个 一个工具 大家都还是认可的 但是也会有一些 不一样的地方 你比如说 刚才说的合法性基础 那欧盟 它有同意 有正当利益 有履行合同 那中国的话 咱就没有正当利益 对吧 你说我如果这个 我涉及到中国 我全球 我不能都有欧盟的呀 我没有正当利益 那你不能选正当利益 还有很多国家 也是没有正当利益的 然后甚至有些国家 它可能只能选同意 但是呢 它的同意 跟欧盟同意又不一样 它的同意 要求的严格度 又没那么强 所以你在那些国家呢 你可能就选同意就行 所以这个是 要标准化呢 也会有一些差异化 对吧 然后这个 当然我觉得 个人信息相对来说 比较好标准化 但是呢 其他的这些数据类型 就是不太好标准化 说实话 我目前没有很好的办法 我感觉只能 一事一意了 这是一个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说 我觉得是要有一个 这个合规展示的能力 就是 就是说你 你自己做的好 然后你还要让人 能看出来 这个看一方面 大家说 那我写制度吧 我觉得制度只是一方面 就是你还是要有一些 切实可行的 热对的方法 然后你得拿出那种 让人家眼前一亮的方案 我举个例子 大家都说 匿名化 比如说我们说 临床实验当中的 这个生理健康信息的 匿名化 大家都说 我去按照 那个HEPA的要求 我去掉了18位标识服 这个东西 我觉得大家都能做得到 但是HEPA已经被很多质疑了 而且HEPA证明 确实他这个 18位标识服去了之后 还是能还原 那我就见过 人家有的公司 就做得特别好 人家有一个标准化 叫匿名化文档 然后呢 人家对于这个临床数据 人家不仅是去掉 18位标识服 人家还把一些 特殊的字符 你比方说 什么我这个临床的中心 所在的地点 然后这个人的生日 然后呢 什么这个试验的一个结果 他都会去做一些 脱敏啊 或者说一些泛化 然后都会去采取一些 补充的一些措施 同时他会对一些 极端的一些情况 你比如说 那种异常的 就是那种少罕见病 罕见病的话 我就算怎么脱敏 他这个可能全中国 一共就三例 或者说 清了 对 或者说我这个数据中心 或者说我有一些 临床的研究的 这个研究中心 我可能一说 比如说 华东 可能就这一个 做这一类的 那我这种时候 其实我不管怎么做 他其实也没法去匿名 那我这块 我可能就考虑 我就不去 我就不分享了 对 然后呢 我就觉得 人家的这个 这套匿名 就是他 就是一开始 他们跟我讲的时候 我也我也说 哎呀 这个匿名化 中国的要求 比较不明确 对吧 然后这个 我也不能保证 说你说的这个就行 但是他给了我看了 这个匿名化手册之后呢 我就觉得 那如果他这样 都不算匿名化的话 那世界上 还有没有匿名化 就是 就他给你做出了一个 很好的一些 落地的一些措施 让你有一个眼前一亮的 这样的一个感悟 所以 我觉得是要有一个 很好的一个展示的 一个方案 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 最后一个 可能咱们也快 我看也到点了 我觉得有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 中国企业走出去 其实有点像 我十年前做律师 我很多时候去反方向的 我是 人家比如说 美国的律师 作为一个 全球的一个统领律师 对吧 然后呢 人家来去 相当于是来去制衡我 比如说中国的公司 可能会找我 然后说中国法 有什么情况 我们可能说中国法 比如说 这个有本地化要求 然后那个有一些 什么处具出境的一些 这个合规的一些方 一些路径必须要走 我觉得呢 咱们现在换了 换成一个过了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避免 就是你要 你要有一个全局的视野 你要能够把控 你不要 就是说 有些时候的话 你要知道 你的当地的一些子公司啊 什么的 他可能就是用 这个当地的一些数据 保护的一些 一些这个所谓的规则 作为借口 然后来规避 你对他的管理 那这个时候 你需要有一个很好的 很强的一个中国律师 然后帮你去把关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你比如说我们 有一个项目的话呢 然后他就是 这个涉及到的 其实是这个 在德国的公司 然后德国公司就说 哎呀我们就有 本地化要求 我们是什么 这个他们叫CI 我们叫关键信息 他们是关键基础设施 他说我们CI的话呢 数据就不能出境 然后所以我就不想 给你们放到 你们这个 整个集团的 这个大的项目当中去 那我们就去做了研究 我们也去 聊了当地的律师 后来发现呢 是有CI这个 这个要求的 然后他确实有可能落入 但是呢 人家CI的要求 主要的话呢 是针对网络安全的 跟我们的CIO差不多 就你还是主要 你的网络安全 要达到一定的水平 比如说你的等保 要过几期呀 什么的对吧 你的这个防御能力 要很强 人家可没有说 你这个数据 是不能出境 所以所以我觉得就是 就你还要能辨析 就是说当地 他们可能会用 数据保护的 这样的法条 然后就是什么 欺负我们不知道 对吧 那我们肯定还是要 有很好的一个 法律的援助 那个律师团队 能够帮助我们去 更好的去管理 对吧 全球各地的一个 这个业务 所以我觉得这点的话呢 也是建立合围体系当中 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好的 对您举了非常多的 这个案例哈 然后呢 大家就是说 就是一些关于 学习方面的一些内容啊 就是说从哪些方面 做检索 然后这样要不 因为如果大家还有一些 比较细致一些内容哈 然后呢 我们可以小范围的 去推荐一下 杨律师的微信 给到大家 然后呢 直接加圈圈 小助理的微信 然后呢 和大家说说 哎我有一些 比较这个 可能比较细致啊 比较敏感的问题 想跟杨律师 进一步探讨的 都可以这个 加上杨律师的这个微信哈 然后呢 关于建立这个 数据合规管理体系 这样的一件事情的话呢 它其实确实是一个 非常大哈 然后呢 对于企业来讲的话呢 它可能你要从这个 自上而下的一种建设 然后呢 那我们其实是 有一个专门的课程 是教大家是怎么样去理解 然后呢 以及去理解 每一个这种制度 然后包括它这种 这种组织方面 相关的一些内容的 是在这周六 然后呢 是8月6号 我们会有这个 在华为有8年 合规管理经验的 张峰老师 来和大家去讲 这个我们怎么来 去给企业 去搭建数据合规管理体系 然后呢 大家可以找小处理圈圈 去这个去咨询就行哈 那当然如果大家就说 哎 我们有那么长的时间 来去学 然后呢 这么体系的话呢 也可以去参加 我们有一个 三天的这个集训营 然后呢 这个三天的体验营的话呢 会带大家先去 从这个数据合规的 一个入门 这样的话呢 可能大家再回来 再去听我们很多的 一些直播间的内容哈 包括因为今天 我感觉到 其实杨律师的 这个内容是非常的深的 然后呢 以及是这个广度和深度 都是在的 所以大家去听了这些 入门的一些课程的话呢 再回到直播间 可能会 这个更好的 这个吸收哈 就在下方的这个链接 那么今天哈 因为杨律师您的分享的 知识量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的话呢 是想请您这个 做一个整体的一个总结 然后呢 也给你出海的企业 提供一些参考的建议的 好的好的 那个 对 有可能就是 讲的有点密集哈 然后 这个 我稍微总结一下吧 我觉得 就是今天我讲的点呢 就是讲了三个大的方向嘛 第一个的话呢 我想说 就是确实 咱们得看清现实 咱们现在出海的话呢 这个全球数据监管 对于中企来说呢 大环境 其实不友好 确实不太友好 但是呢 这个也不是说 这个议程不变 并且呢 也不是说每一个 任何一个国家都是 就是都是一样的 我觉得大部分国家 其实还是比较中立的 还是说更多的是 从我们本身 咱们的这个 本身的这个数据保护水平呀 然后我们的合规能力的强弱 然后来去做这个判断的 包括欧盟在内 所以说 我觉得首先来讲的话呢 我们还是在去部署 这个数据中心的时候的话呢 我们可以去从这个 数据合规风险的角度的话呢 去做一个充分的考量 然后呢 那当然就是说 也要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说也 因为毕竟大家知道 做一个整体的 全球的这个数据 中心的一个建设呢 其实是 是需要长治久安的 而且是 是要投入大量的人力 人才物力的 那么可能看的眼界的话呢 一定要有一个 前瞻性的视角 其实刚才 讨论了很长时间 在说这个 SRAMS2的这个案子 对于数据传输工具 使用的一个影响 就是想告诉大家说 我们在去做 这样的一些 合规建设的时候的话呢 需要给咱们 这个 需要留一些 合规的一些 缓冲地带吧 那这里面可能 在现实中 其实非常 非常现实 就是说要有 会出现更多的成本 但这里面就有点 像是一个买保险 就是 这个 你肯定不希望 它最后兑现 对吧 但是如果说 有最坏的情况的时候 那我们其实可以得到一个保障 保证我们的境外的业务的话呢 可以尽量少的受到一些 就是其他 这个大环境的一个影响 然后 另外的话呢 就是这个 也想要讲的 就是说呢 企业出海 咱们面临的这个 合规风险呀 并不仅仅是数据跨境 其实今天的最后一部分 讲的有点仓促哈 但是呢 就是 也是想跟大家讲的是说呢 跨境其实真的只是 这个数据保护当中 治理当中的一个环节 咱们整个的这个经营当中的 其实这个数据合规的风险的话呢 是贯穿于这个 整个的这个处理流程当中的 所以说 确实也是需要 咱们内部的 有相应的能力 然后必要的时候 也是要有这个 外部的一个帮助吧 特别是当 去到我们比较陌生的 一个环境的时候 我们需要有一双慧眼哈 然后能够去 既能够符合 它的当地的法律 然后呢 咱们也不会吃亏 咱们也能够 更好地运用当地的法律 然后为我所用 我觉得这个才是 我们去出海 然后去做合规 我们最终要去达到一个 一个目的 所以我简单的就是 总结 总结以上的 这样的一些信息给大家 嗯 好的 非常感谢杨律师 我感觉今天的这个对谈 我自己是听的 感觉是一种 憨慘淋漓 非常舒服的一种感觉 因为很多的问题 可能过往的话呢 大家在讲的 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可能会有一些 总是会有一些懵懂的 但是今天的话呢 听你讲的话呢 其实非常的清晰哈 因为您讲的 很多的这个问题的话呢 是带着一些案例 然后呢 带着实际的场景 来和大家分享 所以的话呢 是这个非常非常感谢 杨律师 一定是有非常深的研究 才能给到大家 这么好的 这样的一个呈现 好的 那么这个感谢杨律师 您也可以先这个 先稍作休息 因为我看到大家 还会问到说 这个体验营的一些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的话呢 我们就让轻易来 和大家详细的去讲讲 嗯 好的 杨律师您先稍作休息 感谢您 好的 好的 也谢谢大家 谢谢陛下 好的 好的 感谢杨律师 感谢陛下老师 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分享 那杨律师真的是既专业 又非常的健谈 听着老师的分享呢 就感觉时间真的是不知不觉 就过去了 那包括我们所有在屏幕面前 一起学习的伙伴 也都非常的给力 在评论区呢 也贡献了 很多有价值的这个问题 那所以呢 在刚刚直播进行的过程中 有一些同学是中途加入的 可能还没有领取到 我们今晚的课程福利 那所以今天 轻易要在这里 再次提醒一下大家 今天晚上杨律师 不仅是在课堂上 跟我们分享了 有关中企出海业务中 需要掌握的这些合规之道 那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份 非常实用的礼物 就是我们的这个 海问数据合规专题 文章紧急 里面会包含 包括数据出境 还有网络安全审查 和个人信息保护 还有数据脱敏 等四个专题 一共有十多篇的文章 非常丰富 也非常难得 咱们还没有领取的伙伴呢 也要抓紧最后的时间 点击添加我们 屏幕下方的企业微信名片 联系到小助理圈圈 把今晚的这个福利资料 先领到手 配合着我们的学习回放 来加深一下 对今天课程的理解 那在刚刚一个多小时的分享中呢 杨律师主要围绕了三个大的方面 跟我们分享了 中企出海的业务场景下 应该如何应对国际范围内 这些复杂的数据保护环境 首先呢 以企业数据中心布局的 战略选择层面为起点 像我们分析了全球统一和 区域自治两种选择背后的 所面临的一些挑战 那其次在第二个环节 特别是以欧盟的 Scrum 2案为例 具体向大家一起探讨了 应该如何去使用选择 SCC标准合同等 等等这些跨境传输的工具 那而且在分享的最后 也就着企业应该如何去搭建 适应多法与环境的 数据合规体系 提供了很多可行的 合规性意见 那整个讲解的过程中 也穿插了好多的具体案例 非常形象有画面感 相信大家一定能够 从今晚的分享当中 得到一些指引和启发 那所以呢 让我们再次以最真挚的感情 来感谢一下杨律师 为今晚的分享 所做的精心准备 那想要领取今天 高清版课件的同学 也可以点击我们屏幕下方的 企业微信名片 添加到小这里圈圈 来进行领取 那好的 接下来的时间 那就有轻易带领着大家 走进我们今晚最后的 也是最令人惊喜的 福利发放环节 那今天晚上 应该有很多的幸运观众 已经领到了我们的课程福利 也就是数据合规 三天线上的体验营 那在开场的时候 轻易已经为大家 简单介绍了 这门最为重磅的学习福利 那中途进入到我们直播间 错过了开场的伙伴呢 现在就一定要做好准备 待会小助理 把链接放上来的时候 要在第一时间 去进行领取 那如果之前 已经拍过的伙伴 就不用再重复拍了 不然的话 我们的新同学 可能要等到明天的直播间 才能进行领取 那今天晚上 也就是整个八月份 最为重磅的福利 是一个数据合规 三天的线上填营课程 我们一共准备了 三门课程在里面 就像之前 我们周末的 集信运课程价格 一般都是在1499到4980之间 那现在呢 之所以要打造一个 三天的体验课程 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一个 轻量级的学习 来系统的掌握 数据合规的底层逻辑 那在今晚的直播间 我们只需要9.9 而且呢 我们是限量发放的 每天只有20个名额 所以大家一定要先领取上 然后再来听我介绍 那我们是在7月底的时候 开始推出这门福利课程 而且在本周一 已经顺利开启了 第一期课程的学习 那截止到今天为止呢 第一期的学员 也已经学完了 前三门的系列课 那整个反馈也非常的不错 我们的小助理也收到了 许多第一期学员的私信 反映说通过前三天的学习呢 对于我们数据合规的全貌 和基本的这些重点知识 可以做到心中有数了 所以我们也会将这门福利课程 继续做下去 希望能够让所有第一次 来到直播间的新朋友们 都享受一次 我们一起系统学习的机会 跟着我们一起 对数据合规的底层逻辑 做一个全面的升级和梳理 那这三门课程呢 分别是由我们的张峰老师 还有金城同达律师述所的 彭凯律师 以及我们爱劳合规的CEO 王芳老师来进行分享 第一天学习的是 数据合规管理体系初探 那我们要掌握数据合规 第一件事就是去掌握 整个的体系框架 一起去看一看行业内 最先进的案例 去学习最佳的这个实践 从而可以总结出 具体的数据合规框架 应该是什么样子 我们知道的框架是什么样子 之后未来所有的工作 都会有支点和方向 那所以在第一天的内容里呢 会有我们的首席产品 设计师张峰老师 给大家带来 那张老师之前也是 有在华为有八年的 隐私合规工作经历 对于数据合规的 这个落地有着最直观的感受 所以我们第一天的课程 会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主题 那第一呢 做体系初探 就比如说 如何设置数据合规组织 第二要做内规外化 包括书里 整个数据合规流程中的 关键要点 第三呢 要抓风险管理 去教会大家具体 从哪些方面去识别 数据合规的风险 那第二天的内容呢 就是